开始了 那大家好 我是台湾维基媒体协会的Alan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 其实本来是要办实体的 不过现在就是线上的实体的这个编辑松 那今天其实要带大家的一个 带大家参加一个国际的线上编辑比赛 叫做WPWP2021 那这个中文上面翻译叫做 为图片找个家编辑松 那在我们在这个专业列表里面 可以从我们的 到我们的共笔上面就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 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为图片找个家的编辑松 那这个为图片找个家编辑松 它的重点是在于说 我们维基有一个专案叫做维基共享支援 那维基一直以来 在每一年其实都会办这个摄影比赛 全球的摄影比赛 包含像是台湾会举办的 维基爱地球 维基爱古迹 或者是全球举办的维基爱民俗 或者是各地有举办的维基爱非洲 维基爱比利时 那其实我们每天每天都一直在上传 共享就是上传这些 非常有价值的 或者是这些开放授权的照片 目前在维基共享支援上面 已经有7600多万件的自由作品 但是在这些作品里面 它发生 它有两个状况 一个是在条目里面没照片 就是在维基百科的条目里面 并没有那张图的照片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照片 但是没有任何的条目 那像是我现在带大家看的 这个是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历史建筑 叫做三峡的翼翠楼 那它这个历史建筑 它就是有很多的照片 我们有很多人去拍的照片 但是却没有写出条目来 那有其他的空间是 它被拍了很多照片 然后也有被写出条目 但是那些照片没有放进条目里面 所以呢 就变成说我们空有这些照片 可是却没有被大家看过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邀请大家 就是说来大家一起帮我们 把这些照片丢进维基百科里面 那除了可以丢在中文的以外呢 大家也可以如果有兴趣参加 今天阿美与蒙典没有来 大家有兴趣挑战 也可以挑战在沙奇莱雅语 泰雅语还有赛德克语的维基百科里面 去添加照片 那我们今天也会教大家 怎么去把图片里面写图说 如何协助网速慢的朋友 或者是视障的朋友呢 用听也听得懂的图说 那最后呢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也有很多照片 想要上传 放在维基的图台上面的话 也欢迎来找我们联络我们 那我们今天下午会有 编辑中的教学 以及编辑步骤的教学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